红台的是以专辑追风少女 以多元语言创作音乐的追风少女Folly 第一次出专辑就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她们分别是来自台东成功的阿美族双胞胎姐妹 以及高雄的非原名少女 原本就是高中同学的三位成员 是因为参加一个传统歌谣比赛而成团 团体名称的命名过程也是相当有趣 我们就想说反正没钱吃饭吃风好了 那就美丽的用追风 然后刚好封的阿美族的名字是法力的意思 三位团员合作到后来竟发现 除了双胞胎姐妹外 就连第三位成员也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样的巧合更加深了团员彼此的默契与信任 而这次入围最佳演唱组合专辑929 就是三人的生日9月29号 作曲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要唱什么 我们都很常都是用即兴的方式 唱作一首歌就是一个默契这样 我们专辑里面五首歌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就是自己的 比较主要领导的那一个人 就是我今天想到一首歌 我们大家听听看 就每一个人可能有灵感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直把它完成 虽然邓齐勋并非原著名 但他认为语言文化无论用什么方式 都应该好好学习并保存流传 而团员林切勇也认为 虽然自己是阿美族 但他也在努力学习口黄情 希望将原名传统乐器文化传承下去 并融入自己的音乐创作中 我觉得不能分你是什么人 然后就要学什么语言 比如说像齐勋这个身份 他是特家人跟敏然人 就想说他喜欢我们的文化 那还可以跟我们一起 就是用我们的阿美族 甚至其他的族语 来一起传承这个母体文化 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你可以就是有一个喜欢文化的心 你就可以来一起跟我们分享 不问你是谁 只要愿意并且有心想要学习族语文化 我们都应该要接纳 并且一起努力把多元文化传承下去 女士新闻中文到许家荣 台南市高雄市采访报道